另外看到花莲慈激医院是花莲地区重要的医学中心 但是30多年来虽然院内设置有972个床病床 但是身为花冬的后送医院总是面临病床数不足的问题 而经过院方多年来的争取 在今年是终于获准设立急诊后送病房 那么并增加了35个床位 让在急诊等候病床的患者都能够尽快的安心治疗机会 花莲慈激医院身为花冬最大的医学中心 无时无刻都能看见满满人潮 平时要就医除了车位难找 住院床位更是一位难求 经过院方争取了30多年 花莲慈激医院终于可以诊设病房 9号上午卫生局长朱家翔也来到医院 为新诊设的急诊后送病房接牌 院长林兴隆也希望未来能更及时的提供急诊病患住院的医疗照护 那我们外科后送病房终于成立了 这个是建院有史以来第一次可以扩床 那为什么要这些后送病房呢 就是希望来急诊的病患 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 假如要住院的话 到这个病房能够很安心得到最好的照顾 那这个急诊后送病房在目前的中央政策里面 它是没有上线的 所以今天是35床是一个开启 那未来院长要不要成立500床的急诊后送病房 那它的急诊事实上是跟一般病房 一般急诊病房急诊是一模一样的 急诊后送病房整合了神经外科 内科及骨科等科别 经过两年的规划 目前设置了35张病床 预期能缓解急诊等不到病床的情况 最重要的主要的目标还是希望减少病患在急诊 等待住病房的这个时间 所以我们一切其实还是以病人为优先的这个考虑 让重急症的医生可以好好的专心看病 所以我想这个病房的成立最主要是受益的是两方面 一个是民众 另外一个就是重急症医师 震设急诊后送病房后 将能有效缩短患者的等待时间 院方将来更希望能扩展到105床 让患者都能得到安心的医疗照顾 医院整合医学急诊后送病房 在 记者许立琴 霍联事报导 记者访问